專注眼神 手練手法 Hank在餐飲集團擔任行銷經理 從外場服務到面對媒體 時不時還要陪老闆當空中飛人 緊湊不掉 作息不良 五年多前 腸胃亮起警訊 就者後被診斷為未遲到逆流 有時候會比較嚴重是感覺好像 有一種胃痠吐出來的感覺 對 躺下來也會嗎 對 躺下來的時候會 想要吐出來但是又吐不出來 然後又把它吞回去 然後晚上就是真的沒辦法睡 症狀反覆 難以治癒 胃食道逆流已經是常見未明病 根據台大醫院研究顯示 成人健檢中有44%受檢者有胃食道逆流 平均每兩人就有將近一人深受其擾 呈現逐年增加趨勢 可怕的是今年每月將也變成食道癌 甚至是胃癌前障 以我們的臨床經驗非常難被完整的治癒 而且多半來說都是一直反覆的發作 胃食道逆流絕對是吃出來的 過量飲食最常出現在Buffet 一般人總抱著吃飽不吃虧的觀念 無心中加重腸胃負擔 酸 甜 辣 油 過重口味導致胃酸分泌過多 消夜族更要當心吃飽立刻就寢 以及壓力情緒波動都會造成胃酸分泌失調 逆流而上 各種成因當中最難殘卻顯為人知的 是幽門感菌在作祟 超過一半以上的胃癌 其實高度的跟幽門螺旋感菌的感染 是有相關性 因為幽門螺旋感菌感染之後 導致我們胃酸分泌的混亂 有研究發現胃癌患者中 有九成曾經感染幽門感菌 被WHO認定為致癌因子 也是造成十二指腸潰瘍和胃潰瘍最大主因 幽門感菌能在胃部存活長達數年 藉由唾液傳播 亞洲人的共識文化 不愛公塊母池 就成為最佳的傳染途徑 所以一般幽門感菌 大部分都跟合併共存 所以很多人都是小時候就被感染到 幽門感菌十分頑強 透過檢測才能發現 不論是未遲到內流 或是偶發性腸胃不適 通常都是幽門感菌在作怪 照顧腸胃定期未盡健檢把關 才能遠離致癌因子 東日新聞電腦中心 楊少林小涵綜合報導